会现场涌入了两万人 蔡英文感性地向副手苏家全道谢 她说苏家全在民进党低潮的时候 挺身而出来陪她 如果没有苏家全 就没有现在的民进党 让身旁的苏家全听了红了眼眶 台线巴士开道中 台湾举办大型造势晚会 蔡英文一开口就对副手苏家全一阵夸 民进党在最第一年期 感谢苏家全一路相陪 让在旁的苏家全听到眼眶泛红 不过小英的感性时间完毕 还得端出女人当家的气魄谈牛肉 我们要提出一个双港特区计划 来建构中部地区的黄金三角洲 来发展它的国际物流 这些服务性的产业 而且我们要强化我们传统的产业 跟机密机械的转型跟升级 来提高我们台中 在国际百度上面的竞争力 蔡英文不仅要打造黄金三角洲 还要整合台铁的山线海线和捷运 推动环状运输系统 甚至喊话把新型产业 首先移植到台中 硬邦邦谈政见 其实小英也很时髦 不忘抠一下 我们要用台湾的地图 来抠我们台湾的主权 要用选票来抠我们台湾的外来 来抠票 小英顿时成了 在感性理性兼具的造势场合 再度引领风骚 三天新闻 陈培林肖俊宏 SN小组台中报道 今天